我害怕鬼 但鬼为伤我分毫 我不害怕人 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特别提示各位帅哥美女理性看待 莫斯科郊外僻静的公园 神秘大军集结于此 他们称自己为萨满 灵媒和神医 有的能驱散云彩 有的说自己可以看到去世的人 这个女人与众不同 她叫朱莉 称自己会黑魔法 花音刚落 一个眼神示意 古纳拉黑暗之神 鸡两眼一白原地去世 好家伙 晚上多了道肉菜 大家好 我是00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档 战斗民族欲罢不能的通灵真人秀 400名巫师 40个晋级名额 海选开始 一块墓布后面藏着一件物品 灵媒师需要依靠看家本领 判断墓布后面究竟藏着什么 猜是不可能猜到的 偷看也不现实 大家纷纷拿出十八般武艺 来起一挂走你 有人说后面藏着一个长鼻子 大獠牙的怪物 有人说是蛇 一群鸟 小老虎 机器人 还有人说是个鸡爪子 蒙来蒙去总有几个王者 有人看到背后是木制品 有人猜到是深色背景 主题颜色明亮的画 甚至有的感受到了小男孩的情绪 你以为这只是一幅善良小男孩的肖像 这幅画属于西班牙画家哭泣的小男孩系列 当时备受消费者喜爱 1985年9月 英国北部突然着火 房屋烧成灰烬 唯独这幅画完毫无损 不仅如此 所有受害者都异口同声指出 火灾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哭泣的小男孩 认为这幅画受到了诅咒 政府不得不禁止居民 在家中存放关于这幅画的任何复制品 最终 答案接近的几位选手成功晋级 参加第二场海选 后备箱测试 宽敞的停车场 30辆汽车 主持人抓究决定 哪位车主是幸运儿 自主选择后备箱躺一晚 通灵师需要通过幸运儿随身携带的钥匙 10分钟内找到藏身车辆 第一位选手贾大师登场 打扮专业 助手工具齐全 摆牌点火开始吟唱 开局很漂亮 咒语很专业 就是 差声文句多 完美避开证据答案 下一位选手 伦敦程序员 姚百哥自信登场 他拥有灵力 却只相信科学 不靠咒语 工具 采用科学通灵 根据之前所有节目的大数据分析 姚百哥发现 节目组经常把人藏在右侧后半部分的车里 你以为他在开玩笑 眼一闭一睁 姚百哥迅速感应出 幸运儿藏在右侧红色车里 走到跟前 挨个测试 最后选了隔壁的错误答案 得 走进科学失败 第三位选手出场 朱莉气场两米八 自称寄生于肉体的灵魂 主持人一脸懵逼 一旁观战的车主们表情扭曲 纷纷表示不看好 朱莉嘴角微微上扬 果断拒绝拿钥匙 倒计时开始 朱莉丝毫不及 悠哉解题 按车辆顺序 依次说道 这是个非常孤独的姑娘 这个女人 特别想结婚 嗯 这是个警察 她和亲戚的关系不好 这车经常被撞 起码三个月撞两次 哇哦 这个女孩的父亲 在她出生前就死了 隔壁观察室都惊呆了 朱莉不仅准确猜出了职业 连车主的老底都掀了个底朝天 很快 她走到了幸运而藏身的车辆 朱莉微微一笑 朝主持人点头示意 观察室的车主们迅速狂奔 朱莉不仅找到了正确答案 连附加体都拿到了满分 大家纷纷排起长龙 一对一免费咨询 因缘 事业无一不小 最后碍于节目时长 被迫终止 后面的参赛选手 一个接一个不靠谱 不是做梦失误 烧的钱不够 就是拿着天线 单黄口琴四处转悠 第五 十 十五 都开错了车 主持人急得想打人 观察员困得哈欠连天 幸运而躺在后备箱 直呼脑瓜子疼 直到卡家婆婆出场 她一上来就听到 一个女人大喊 快找到我 哦呦 这是实力派 闭眼凝神 卡家婆婆跟着感觉走 没曾想 偏离了正确答案 就在这时 她突然哭了起来 说黄色轿车前 站着一个女孩 大声哭喊 着火了 着火了 并不断请求 对不起我先走了 不要怪罪于任何人 车主瞬间 瞳孔地震再也坐不住了 2007年10月2号 一所大学里 发生了一场火灾 导致17人丧生 其中包括车主的前女友 卡家婆婆暖心安慰 表示没有白来 大家一致认为 虽然婆婆没有找对答案 但做对了附加体 而且打动了大家的心 所以破格晋级 最后一位参赛者 小娜登场 上来就是一个熊豹 俗称彩阴补羊 她是西北女巫派的头头 自称可以看到暗界 控制自然 小娜拿着钥匙一通摸索 梦幻开局 很快描述出幸运儿的样貌体型 她走到车前挨个感应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感应到 幸运儿的能量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个幻影 在幸运儿藏身的车里 另一半则是其本人的车辆 由于小娜事先不清楚车辆信息 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搞不懂人为什么会被分成两部分 经过再三感应 小娜最后选择了幸运儿本人的车辆 虽然与正确答案失之交臂 但两个选择都十分贴合正确答案 最后成功晋级 经过两轮海选 最后12人晋级正赛 谁将拿到年度总冠军成为最强者 关注我下期继续挑战通灵之战